说美国的一家私人公司正在建造一种名为ROC的一个全球巨型大飞机 据说它比波音747还有A380还要大得多 堪称世界之罪 它能够搭载运载火箭和宇宙飞船 直接在高空进行太空发射 一旦研制成功 很有可能直接被用于军事目的 那么美国这次打造全球最大飞机究竟是有何意图 2015年2月25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数名记者 接受了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要求 参观了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巨型飞机制造车间 在这个车间内 记者们见到了一架正在组装的飞机 并被他巨大的体积所深深震撼 据这几名记者事后透露 这架名为ROC的巨型飞机 仅仅一展就超过一个足球场的长度 达到117米 超过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安225 不仅如此 他还安装了6台波音747客机的大推力发动机 能够将数十吨重的火箭 轻松送上100公里高的地球轨套 据媒体报道 2015年 这架由私人公司制造的世界最大飞机 就将开始试飞 它将从美国新墨西哥州 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 把一枚运载火箭送入大气层 然后在3万米高空进行发射 这样就不需要修建专用的发射台 也节省了火箭燃料的费 美国太空运动的CEO 斯图亚特·威特称 它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状况 全球最大飞机ROC的首次曝光 让人想起几年前 维珍银河公司研制的 白色骑士号和白色骑士号 据媒体透露 他们也曾搭载太空飞船和太空飞行器 成功进行过多次空间飞行试验 就如我们讲 利用这个大飞机来发射运载火箭 并不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 因为早在冷战时期 美军就曾经多次进行过 大型运输机 空中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了 1974年10月24日 美国乔治亚州多宾斯空军基地 一架C5银河运输机携带着沉重的货物 艰难起飞 直到爬升到6100米高度之后 它才亮出自己此次飞行携带的秘密武器 一枚可以装载核弹头的民兵3洲际导弹 在C5运输机巨大的货舱里 约17米长的民兵3洲际导弹 平卧在货台上的支架内 导弹 货台和支架的总重约38.7度 随后 C5运输机尾部两扇巨大的舱门 在空中自动打开 两具直径达9.75米的牵引伞均匀张开 巨大的牵引力拖着导弹加速滑出尾舱门 不一会儿 导弹下降到高度2450米的浓厚云层下面 民兵3洲际导弹的姿势处于接近垂直位置 爆炸螺栓立即切断环抱导弹的连接装置 一级发动机随即点火 下降到2300米时 导弹在推力作用下开始爬升 货舱内的试验人员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离飞机后面数英里远处 导弹呼啸着从云层里钻出来 直死舱穴 C5银河运输机空头发射民兵3洲际导弹试验的成功 引起了各国高度关注 此后美苏等国提出的各种空射方案铺天盖地而来 但巨大的技术挑战和高额研发费用 使得这些奇思妙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而美国军方的这次惊人试验 也仅仅只进行了一次便戛然而止 所以我们看到C5的这种空头发射 可以说受到的限制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也正是因为看到美国在相关领域探索的这种失败 苏联也开始集中精力 在研发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方案 在苏联航天和航空系统合力推出的如此多的方案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 无疑是曾经研制暴风雪航天飞机的闪电科学生产联合体 提出的多用途空天系统技术方案 该方案打算使用安R25重型运输机 背拖暴风雪航天飞机的第二级到高空发射 该方案于1988年完成初步设计 从详细的技术指标上看 它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C-5银河运输机 空中发射民兵三洲际导弹的组合 而转为更加复杂的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发射 不仅如此 安R25重型运输机还被改造用来可载两人的轨道飞行器 低轨道运载能力18吨的联盟货运飞船 和更加先进的无人航天飞机 然而同样由于窘迫的经济状况 这个宏伟的计划仅仅过了三年便被终止 那么通过刚刚短片 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 不管说是安R25和暴风雪进行的这种搭配 还是刚才看的C-5和民兵导弹 这样一种空中发射的搭配 其实它们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动静太大了 那么随后美国空军想出了一个更为有效和便捷的方法 2015年2月24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2016年就可以用F-15战斗机发射小型卫星上太空 实际上早在冷战时期 F-15战斗机就曾经成功进行过发射反卫星导弹的试验 1985年9月13日 美国空军第6512试验中队的一架F-15A战斗机 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 跃升到24384米高空 发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 成功寄回美国1979年2月发射的一颗P-781号伽马频谱一卫星 这是F-15反卫星计划第15次发射实验 也是第一次实弹发射 实验成功之后 美军计划在第48318中队部署反卫星导弹 随后两个中队已经接受了三架经过改装的F-15战斗机 然而由于美苏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太空中试验武器的协议 该计划于1986年被正式取消 而据媒体报道 三个世纪80年代 前苏联也在米格31的基础上 发展了一阵专用的反卫星截击机 米格31D 该机于1986年开始进行飞行测试 携带一枚大型反卫星导弹 具备猎杀对方低轨道卫星的等力 而据媒体传言 在2006年珠海航展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展出了一种带机翼的小型空射固体运载火箭 载机为轰溜中型轰炸机和飞豹战斗轰炸机 采用与美国飞马座一样的吊挂式水平投放空射方式 也具备较强的反卫星能力 那么通过短片介绍我们也会发现 由战斗机来发射反卫星导弹 应该说这种方法确实具备一定的优势 而且我们也发现 随着美俄之间这个关系的日益恶化 这样一个刚刚流行不久的混搭风 其实还具备一种特殊意义 2014年12月26日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军事学说总统令 新版本的军事学说 不但针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更加强烈 而且还首次确认 美国正在落实的全球快速打击计划 是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外部严重威胁之一 所谓快速全球打击计划 是美国国防部先前提出的 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通过超过4.5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在一小时之内对世界任何地区 实施密集的常规武器打击 因此它又被称为全球一小时打击计划 其打击的目标包括恐怖分子藏身处 敌国导弹发射架和指挥控制中心等 而就在美国全球一小时打击计划曝光的同时 全球最大飞机ROC的现身 无疑具备更加深远的意义 据军事专家分析 未来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一旦与ROC飞机结合 将会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战斗 甚至能够在瞬间摧毁全球其他国家 多达80%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 而自身几乎不受影响 21世纪的战争将在陆海空天殿多维空间进行 空间力量是其他军兵种的力量倍增器 战时太空装备特别是昂贵的大型卫星 由线的地面发射场很容易被摧毁 如何对敌实施快速反击和快速进入并利用空间 对战争胜负将是至关重要的 而ROC飞机的出现 特别是它具备空中发射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潜力 则为美军占据未来战场优势提供了一种关键